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民主的过程 那随着时间的发展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 台湾的地方选举九合一也结束了 那也不如大家所预料 就如大家所预料 这个国民党所提名的这些候选人 算是赢得非常的漂亮 不管在新北 在台中 在高雄 还有全省各地 那这次地方选举呢 让台湾的民主政治 从一个原来的这种所谓 就是制造仇恨悲情的这种诉求呢 慢慢转为一种正能量向上 那尤其是韩国瑜 这次算是真正的这个让很多候选人都觉得说 其实我们可以打得一场漂亮干干净净的选战 而不是一味的抹黑悲情仇恨 来撕裂族群之间的矛盾 那当然呢 身为自己是台湾人 尤其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从20多岁呢进入媒体 新闻界到今天啊 满长一段时间三十多年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看到台湾民主政治啊 真的是一路走来一步看一路看啊 那当然呢这个特别的更有感触 并不是呢像一般外人呢 只是看看报纸啊 这个别的别的记者怎么写 然后他就转述一下 而是自己深有感触 照讲在这次选举之后呢 如果支持韩国瑜的朋友 应该非常的高兴对不对 那当然我也站在支持韩国瑜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我应该那天非常高兴 因为我确实也看到三更半夜 快累死了啊 很高兴啊 但是呢在这高兴的当中啊 又有一丝丝的这种伤感 因为回头去看台湾的民主政治啊 其实走来啊 也真的非常的艰辛 并不容易啊 并不是呢每天像大家所讲的 就是说台湾的政治人物啊 只要站在立法院啊 吵吵架啊打打推推 然后台湾的民主呢 就一步一步啊走到了今天 说实在话 并不是那么的单纯啊 因为我们简单的说 到今天为止 虽然 这一次的地方选举 韩国瑜创造了一种 韩式风格啊 对不对 不是韩国泡菜风格啊 是韩式风格 就是说情愿啊 这个干干净净的书 不要肮肮脏脏的赢啊 对不对 就说我要赢的光荣 其实台湾一直存在一个什么 本土 本土意识啊很高 对于所有呢 外来的人呢都视为什么 外省人 我想台湾人啊都很清楚 你问任何台湾人 你问他说你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 他不会觉得你这问题很突兀 他会觉得说很直觉的 马上告诉你我本省人 我外省人 或是呢我是客家人啊 他你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这种选举啊 硬是把这个台湾人给分了 都分你是本省人 你是外省人 你是客家人 都被你们分 对不对 当然呢在这种分的过程中呢 就出现了什么 矛盾 对立 如果今天啊 你说呢没有矛盾 你是上海人 你是南京人 你是什么浙江人 OK 对不对 大家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华人OK 对不对 顶多说呢 上海的人说我们那边楼比较高点 就这样嘛 对不对 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问题是台湾呢 在过去啊 尤其是在这个 我们以一个画条线 1945年二战结束 我们往前看 那之前的台湾呢 我们上集讲过 在当年明清的时候啊 福建的张州泉州人 来到了台湾 对不对 那就为了争水泉嘛 那大家种稻子嘛 对不对 要水嘛对不对 打 但是啊 还不至于仇恨 没有说张州人跟泉州人 带台湾啊 到现在还很 没 那是祖辈的事啊 早就过了 现在台湾人都不种田了 种田的很少啊 对不对 没什么好打 那当然呢 那个就也不会成为一个 政治人物能够去操控的话题 好 接着呢 这个后来因为甲午战争 战败对不对 清政府把台湾啊 跟澎湖群岛就割让 给日本赔了 就割让给你 对不对 因为你说清朝太弱了啊 就割了 嗯 当然呢 当时辽东半岛也割了 但后来又又又又又又 又觉得说别的国家不答应啊 硬是叫日本吐出来了啊 那当然台湾呢 当时清朝就想 张仪之地 对不对 台湾那么偏海外孤悬的一个外岛 反正日本人要我就给你 但是日本人是一种战略目标 你知道 日本人啊 如果你看日本的本土啊 在北边对不对 然后呢 下来是什么 冲绳 再来什么 台湾 再下去什么 到菲律宾 在后来的清华战争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其实啊 一直以来希望建立一个什么 把日本做一个延伸 延伸出去 所以台湾的当时啊 他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 如果有一天我要清华 对不对 那我一定要怎么 用一种包围的战略啊 把这个中国啊 战场拿下 所以当时啊 很七早八早的时候 在甲午战争啊 当时要赔 说给台湾的时候 日本就很高兴 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战略地位很重要 但清政府那时候无能啊 觉得说反正我国土很大 好啦你要台湾啊 你要广东我都给你啊 对不对 这样你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啊 我很害怕 对不对 所以台湾啊就给了日本 那日本来了台湾之后啊 就觉得说好 这个是我打仗 加我战争迎来的 对不对 迎来的呢 他就大力建设台湾 台湾 那那个日本人呢 跟英国人拿殖民地 概念不一样啊 英国人拿殖民地 就开始把你大量的什么 劳动力压榨 原物料压榨 然后把你这个殖民地啊 当成我的生产车间 供应我啊 对不对 你们拼命劳动 但日本人呢 来到台湾之后啊 他就发现 这因为他有战略目标 对不对 他开始建设台湾 日本人没有来之前啊 台湾人啊 那个清政府没什么 没什么理台湾啊 对不对 虽然游民船坐了铁路什么 那都是没有时机的效益 不能担起真正的那种交通运输的工作 更不要说水的问题 好日本人来了呢 他决定说台湾是他的啦 对不对 他大力建设 那个尤其是台湾的南部啊 中南部的嘉南平原 那嘉南平原啊 大量的什么 种稻子 要水啊 对不对 日本就做一个嘉南水利会啊 做了一个水的系统 饮水啊 从水库啊怎么样灌溉到田里啊 做的做得非常完整 当然呢 他是为了增加他的产值嘛 这也不能否认 但是他知道台湾很重要 第二他发现啊 全世界啊 对糖的需求很大 所以他的台湾什么 开始种糖 台湾到现在哦 台糖啊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但这些年都不太种啊 那个地呢 就租给人开学校啊 韩国瑜他们家也跟他租的 那 现在再来就讲到什么 日本人在台湾就大力发展啊 细节就不讲 而且日本人呢 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呢 他要求台湾人呢 要什么 要黄名化 简单的说呢 就只能学日文啊 不能学中文了 你虽然是中国人对不对 但你现在啊 你的国家已经不要你了 你现在是日本的天皇子民啊 学日文 对不对 穿日本的服装 唱日本的歌 对不对 你得妈说我得妈说这样唱 好 那台湾人呢 当然这个统治时间很长啊 尤其日本是高压统治啊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啊 有这个客家人 跟原住民啊反抗 对不对 那个历史有记载很多啊 讲不完了啊 这个改天再说啊 这个常常有时候要展开 他就不行乱跑 那这个像那个当年的电影 很多人都看到 那个赛德克巴莱嘛 对不对 就讲那个抵抗日本人 他日本人怎么样拼了命啊 虽然说清朝给他对不对 但这个台湾岛上 大家反对日本人打啊 对不对 就连那个像那客家那义勇军 全部都给灭杀光了 最后终于啊 花了好几年功夫 把台湾整个给占领 因为清朝说我给你啊 你自己去哪啊 对不对 那日本就想尽想方设法 甚至赔了一个亲王的性命 啊 死在这个台湾啊 白川亲王 好 那当然呢 这个台湾就被日本人统治啊 好 统治开始之后呢 这个就找严格的要求啊 文化 语言 对不对 全部要日本话 学校 要上日文课啊 对不对 大家都会讲日文 对不对 这个统治的要件 那那个有多长时间 五十年啊 半个世纪啊 各位想想看 几代人啊 受日本的统治哦 那日本呢 当然也不断的建设台湾啊 连现在的台湾总统府 各位有去看过台湾旅游的朋友都知道 那是日本当年的日本驻台湾总督府 日本人盖的啊 盖的 然后呢 这个建筑啊各方面 你看用到现在 哦 什么 嗯 考试院 啊 什么台北宾馆 哦 很多地方啊 都是日本当时的建筑 到现在 都过百年啊 都还在 就表示日本当年的规划是什么 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啊 这个国家因为他岛国嘛 他人口多 他要延伸 对不对 那时候中国他吞不下去啊 蛇吞象啊 他先拉 所以当年啊 那个如果你从空中看 那个台湾的总统府啊 从空中看是个日本的日 听说那个大在日本 日在台湾 本在哪 菲律宾 大日本 对不对 就是东亚共荣圈啊 只是一个构想 所以在二战之前呢 其实在日本的内阁啊 就一份这个报告 说呢 日本将来呢 要建立一个什么 世界性的大国 哦 已经有规划 那时候还没清华战争哦 对不对 虽然呢 有这个 这个满洲国啊 已经扶植了满洲国 有关东军 但那时候就什么 有一个 他们的什么 侵略世界的计划 在全世界啊 都是属于日本的 但是后来跟德国合作啊 所以一人一半算了 因为他也觉得他吃不了全部啊 我至少要拿一半 是我的日本的国家 当时在那里面写 对不对 纽澳是属于对不对 英国的殖民地 德国把英国给灭了 对不对 英国头脚灭了 没有英国了 对不对 那纽澳的 这个两个殖民地啊 给我日本 听说德国当时就答应啊 好 反正呢 我们怎么分 从这个啊 我们会师嘛 上面呢 打到莫斯科 对不对 分 从中间一分 苏联分一半 下面呢 我们在这个阿拉伯啊 这边会师 然后继续 经过印度洋 打到 对不对 这个北非 我们在阿拉伯会师 然后你拿一半 我拿一半 欧洲这边归我 亚洲跟中东归你 好不好 哎 两边讲好了啊 对不对 纽澳 当年啊 照现在来看 是要归谁 要归日本啊 日本要的 对不对 所以日本的规划 当时已经规划好 好就开始打了 那在这过程中啊 要讲回台湾了 不然又讲远了 好 台湾呢 在二战的时候呢 就扮演很重要的这个军事激励 甚至哦 在这个美军呢 不是后来珍珠港被偷袭吗 要反攻日本的时候 当时有两个大将军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一个叫迈克阿瑟 对不对 这个陆军啊 带着这个什么 一主角 主岛 一个岛 一个岛打 要打回日本 那另外一个什么 海军上将 就是尼米兹上将 现在不是很多航母 叫尼米兹级 就是纪念尼米兹 他们两个呢 一个海军很强 一个是陆军的 对不对 两个两把手 在这边太平洋战场 一路打日本人 打的打的呢 就看着要准备进攻日本本土了 当时有两个方案 尼米兹呢 他是说啊 把台湾拿下 以台湾做跳板 这边 可以什么 援助啊 攻到大陆 打日本日军嘛 帮助这个中国军队啊 打日军 这边呢 我啊 以台湾做激励 跳过冲绳 直接攻到日本本土 这个距离啊 非常好 而且台湾够大 这是尼米兹方案 麦克阿瑟方案是说呢 这个台湾啊 不好搞 很大 对不对 以他们来看 这个岛太大了 中间还有中央山脉 如果我啊 硬要站下来 这个日军啊 要躲在山里 那我这个岛拿了跟没拿一样 对不对 而且还牵制浪费我的兵力 对不对 我可能在岛上跟日本人天天打 对不对 我就没有力量集中去 攻打日本本土啊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概念 是要在日本登陆的哦 是要打到东京进去的哦 对不对 不是说 那时候根本谁都不知道 有原子弹啊 原子弹那个曼哈坦计划是 高度机密啊 就总统罗斯福知道 连副总统 杜鲁门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两个将军 顶多是耳闻 对不对 能不能用 有多大效果 那谁都不知道 你现在跟谁讲 说原子弹 大家知道我知道 好厉害好厉害 但那时候 你跟他讲原子弹 啊 没用过 我只知道鸡蛋 对不对 所以哦 那时候怎么样 就决定要攻上日本本土打 所以两个方案 尼米兹说啊 不能碰台湾 我们绕过台湾 对不对 打冲绳 冲绳好拿 拿到冲绳 做跳板 攻击日本本土 尼米兹 说坚持拿台湾 好 两个都是大将军啊 那谁听谁的 谁都不服谁 海军不服陆军 陆军不服海军 怎么办呢 最后啊 他们两个什么 飞到檀香山 檀香山去见罗斯福 罗斯福身体很不好啊 飞到檀香山 两个来了 要去讲啊 讲讲讲 最后啊 罗斯福啊 就说 采取麦克阿瑟的 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的战略 跳过台湾 抢冲绳 攻日本 对不对 当时哦 罗斯福是知道有原子弹的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 台湾就算了 因为呢 我有办法速战速决 如果照尼米兹 拿台湾 再六个月 对不对 我死伤害多少 这个士兵啊 这样子哇啦哇啦死 那个没兵啊 打到没兵啊 不行这样搞 还要打本土战的话 对不对 而且现在丢两个原子弹 应该可以搞定 但没十足把握啊 好 所以台湾啊 就被绕过去了 虽然呢 有丢几个炸弹 美军呢 过来有丢些炸弹 把日本的人的 在台湾的机场 炸一炸 但是啊 没有正式登陆 台湾啊 很幸运啊 逃过了一次 什么 浩劫 你想想看 如果照尼米兹方案 部队上台湾 日军一定第一次抵抗啊 不然怎么 把台湾人都抓来 帮忙打啊 你是皇民啊 对不对 天皇的子民 上啊 上战场 没枪 哪根竹竿啊 前面削尖点 捅死几个老美 那台湾人不知道死多少 对不对 还好 最后罗斯福说 取冲绳 攻日本 放弃台湾 就不理他 对不对 丢些炸弹 下炸他 让他牵制他 所以那时候炸弹啊 把总统府啊 你面对总统府 你看右边 那个当时啊 被炸坏了 对不对 后来日本人又把它修好 就攻进去了 就那个战争就 后来打的 大家都知道嘛 日本就两个原子弹投降了 那台湾啊 后来就1945年啊 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麦克阿瑟就牵制啊 那那个船呢 是谁的船 是尼米兹的船啊 尼米兹也在船上 对不对 在旁边看 对不对 但毕竟呢 那个罗斯福啊 最后是挺了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 后来还 到日本当了一个 太上天皇 对不对 天皇上面的太上皇 台湾就光复了 日本人啊 就要就地缴械啊 对不对 要交给 这个等于是 这个国民政府啊 要投降 要把所有的装备 这个清册啊 要造册 你有多少东西 你如果造册 投降啊 不是写一个什么降书啊 我来签个字啊 我就回家了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不是 投降 要把那个所有的 你现有的装备 什么军粮 军服 子弹 大炮 枪支 造清册 全部什么 成交给 国民政府啊 这个国军啊 因为你输了 对不对 光屁股走人啊 就那一身衣服走啊 其他通通留下 要造册 有多少房子 有多少财产 有什么物资 多少汽油 全部都要写 好 当时呢 台湾啊 没有那个 国民政府啊 就派那个叫什么 派了一个人啊 来到了台湾 那这个人呢 叫陈怡 我想呢 这个讲到陈怡啊 很多国内的朋友都知道 在国内来讲呢 陈怡算是一个 民族英雄吧 有人形容啊 他像个民族英雄 这个确实呢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陈怡啊 两岸有不同的评价 那陈怡到底是不是 民族英雄 台湾跟陈怡之间 还有什么微妙的变化 时间的关系 我们遭遭休息 待会儿来讲讲台湾 独立运动 跟陈怡之间的 永远分不开的一个结 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回到新闻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正经卫 讲到台湾呢 当然呢我想这个 可能大家注意到 这一次台湾的地方选举 同时随便举办了这个公投 那在这个诸多的公投当中呢 当然讲到有一个提案 是关于啊 东奥正名 东京奥运啊 正名的这个投票 当然有人说呢 这是为了台湾独立啊 台独的一种铺垫 让台独的这个活动啊 能够去合法化啊 是蔡英文政府的一种阴谋 当然呢台独台独啊 这个一直以来 大家常常听到 这个台湾独立啊台独 但台独的由来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 所谓生存的空间 或是有那种所谓的票房啊 有人支持 这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啊 那种历史的一种悲剧的结果啊 呃今天严格来讲呢 这个有一些地方啊 要求独立是因为 这个大家的族裔啊 信仰啊不一样 但台湾人呢 说真的啊也是汉人对不对 跟台湾人跟大陆人啊 其实台湾人也是从大陆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在宗教信仰族裔语言都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台湾要独立呢 那就要说到一个关键的人物 陈怡啊 陈怡啊我想呢 这个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啊 他是一个在这个等于是1883年啊 出生的 那他是浙江绍兴人 当时哦 他到日本啊 先进士官学校 后来又进了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在整个国军当中啊 他算是流日派当中 支历非常完整的 而且呢 算是这个甚至可以说是 这个蒋中正的学长啊 因为这个蒋中正读日本士官学校 那这个这个陈怡啊 第五期炮兵科出生 比这个蒋中正在军界的这个辈分啊 还要高 那当然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这个陈怡啊 担任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啊 负责的这个署长 后勤署署长 二战结束之后呢 就被任命到台湾省行政长官 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啊 那当然呢 这个在战乱的年代啊 陈怡啊 虽然呢 算是后勤的这个部队 负责了 没有真的在主战场上打很多仗 但是啊 论知论辈论分 那他在这个军中啊 就算大佬 好 那就派要到台湾当官啊 对不对 行政长官 接这个警备总司令啊 这个 那当然呢 在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啊 当时是什么 是在这个 对了陈怡哦 把这个祥书啊 交给陈怡 在1945年的10月25号 后来叫做台湾光复节 那天呢 在中山堂 日本帝国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啊 安藤立吉将军 把他的这个祥书啊 交给了陈怡 当然呢 1945年呢 这个日本投降了对不对 那陈怡呢 就受了祥书 接着呢 这个就等于是啊 要清单交接啦 你所有的东西交接给我啊 房子啊 车子啊 把所有东西都要留下来啊 你们坐船回家 没你们的事了啊 可是 你要知道 这个 在台湾呢 跟在中国这个境内啊 的日军呢 不一样 在中国的日军呢 他是沿途打 对不对 在这个等于是清华战争啊 虽然打了八年对不对 从路沟桥 但是呢 他是打的哪 抢的哪 走的哪 站的哪啊 战争状态 过两天呢 对方就蹦蹦蹦蹦蹦蹦 打回来 所以啊 在整个这个 等于在中国战场 大陆战场 话说呢 基本上呢 没有什么 不像台湾啊 台湾他是建设了50年对不对 能留的东西太多了 都他的 通通要留下来啊 但是在 在大陆不一样啊 他可能有一些都有老百姓家还在 就他们家的啊 他拿回去 但是在台湾啊 他要交的东西太多了 全交 对不对 那日本人啊 把车子都造好 军服啊武器啊都排好队 就等着什么 国军啊来接收 但是各位要知道 当年国军啊 来台湾接收 那个部队啊 你也知道 打了八年 知道 这个部队什么 阵亡很多嘛 很多部队是怎么办 打到哪儿 抓夫 抓到哪儿 对不对 就抓 打啊 对不对 名册 阵亡两个 我抓两个 继续部队往前走啊 打 所以这些部队啊 经历了将近 大概有十八年十年嘛 对不对啊 这种战火的蹂躏之后呢 其实都 大家都已经 非常的 这个 说出不好听 军服破了 也补及不上啊 对不对 打仗各位知道抗战 那时候大后方 那个 所有的军火啊 都是在什么 在这个重庆的江边啊 在那边军火工厂 像小作坊一样 做出来的 跟日本人打 外面的武器没有啊 怎么办 对不对 前线需要 什么 什么破炮 破旗炮 大炮 什么枪 都要汉阳照 就要照 怎么办 要做啊 那更不要说你装备 好 所以部队来台湾的时候呢 这个台湾人愣了一下 下船的这些国军啊 照讲是什么 王师啊 把日本人给灭了 让我们汉人啊 重新回到 祖国的怀抱 就没想到下来的呢 扛的锅子 什么 因为打仗了 大家带饭锅啊 这现实啊 部队就这样 对不对 乱七八糟 军机啊 就也比较散漫一点 大家总觉得 战争结束了啊 我只是来接收啊 小日本都乖乖的 自动脚械 站在那 对不对 天皇一说脚械 这全世界只有日本干到啊 别的国家给你游击队 游击队 没啊 各位看有游击队啊 没啊 日本人说放下武器 天皇说 他就放了 对不对 好 台湾人就觉得 来了这批国军啊 军纪不好 接着呢 他们讲的话 台湾很多人听不太懂 他们讲什么 就是普通话了 台湾 台湾经过五十年的教育啊 被日本统治啊 早就不说普通话 说什么 说日文 闽南话 对不对 但来的这些国军呢 他不是闽南人啊 他们可能有从北方啊 山东的什么 他们讲的是普通话 山东话 对不对 四川话 好 第一 语言有障碍 就沟通不了啊 同样是华人啊 那边是我嘎嘎嘎嘎嘎嘎 那个人说不准讲日文 对不对 讲普通话 对不对 那个人说 就讲不出来啊 两个误会啊 就慢慢越来越多 第二呢 那种表现啊 坦白讲 这些部队啊 打了八年仗 当年国军啊 打仗 其实打到后来啊 也是打到哪 吃到哪 对不对 所以到了台湾的时候呢 他们觉得是什么 我们是啊 打到日本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所有这里的东西 财产哦 甚至 妇女啊 都是日本的 对不对 我怎么就像以前的古代啊 进城啊 要大家掳掠一下吧 对不对 我们拼了命打仗啊 对不对 攻进城 怎么办 那个一般都会 让士兵啊 快乐三天啊 就那个 就那种心理啊 来了 加上陈怡呢 她的军纪啊 又不够严 她的警备司令啊 行政长官 来的部队呢 她打仗完嘛 都很松懈 对不对 她只说 不要太过分就好 所以啊 强占民宅 强 抢的老百姓的东西 吃东西不负账 调戏妇女 哦 这些案子多了 对不对 但当时啊 那个正在交接时间 日本人呢 武器放下 日本警察 什么全部都 不管事了 有一点 就像无政府状态 军人谁敢管 军人我有枪啊 对不对 我最大 啰嗦 开枪打你 对不对 谁都怕 所以台湾呢 在1945年开始啊 就问题很多 但是在大陆这边呢 又发生了国共战争 对不对 打 那蒋介石呢 就说 台湾没有战火 对不对 快快快援助 把所有的物资啊 送到大陆来 我们要打仗 打共产党 那陈怡啊 她后勤出身的 她最会这个啊 把所有东西啊 能送到日本人 留下来的物资 全部往大陆送 去打仗 打共产党就好 台湾人也觉得不对吧 我们本来还能吃得上 对不对 比如说糖 还能吃得上 现在全部都运走啊 因为那边打仗优先啊 我们就没啊 对不对 心里有点怨 就有点不满 加上看了这些 就国民党部队啊 就国军啊 军纪不好 对不对 失望 很多人心里就有点 总觉得呢 突然怀念 当年日本人 对不对 不就挺扯的 对不对 但问题是东西怕比 前脚 走了一个有军纪的队伍 后面来一群散兵游泳 你想 我原来被他管 也还好 就来一个比那个更糟的来管我 对不对 因为乱七八糟的 没制度 随便不弄 那会怎么样 心里有疙瘩 好了 那讲的讲的呢 在陈宜啊 就到了一个 2月28 228事变 这个时间到了1947年 2月27号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香烟当时是专卖 对不对 只能政府卖香烟 别人啊 不能买卖香烟 然后呢 有这个叫台北市 查丝烟的这个 这个行动当中啊 就开枪 把那个卖丝烟的给打死了 那当然呢 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啊 台湾虽然光复了 对不对 但是啊 这个台湾反而1947年的时候啊 比1945年的时候啊 还民不聊生啊 为什么 那个整个社会秩序乱 对不对 军人横行霸道 对不对 欺压民众啊 这案子越来越多啊 加上呢 所有的物资都运到大陆去打仗啊 到了1947年的时候啊 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啊 其实上整个整个台湾内部啊 那种矛盾啊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 要炸锅的临界点一样 就像那个压力锅啊 你把那个阀门给锁死一样 就爆了 就在那个一上那 好 只是哪一件事情是引爆点而已了 对不对 不是说228那件事情啊 怎么突然之间啊 台湾人什么跟这个 这个外省人啊 开始大家厮杀 不是这样子 他是有有背景的 对不对 好 那陈宜当时当时呢 是警备总司令 又是行政长官 对不对 他就马上打电话 跟他学弟啊 蒋中正是他学弟嘛 说啊 这边啊 这个228事情不是闹开了吗 大家后来就 用麦斯烟的被打死啊 大家民众就很怨啊 就趁机去包围警察局啊 打杂在那边 好 陈宜说啊 掉部队 我部队不够 打电话 给蒋中正啊 蒋中正说一看 台湾是后勤补给基地啊 很重要 好就派了什么 22军 就过海啊 来了 帮陈宜 当然呢 在那个之前啊 那个 那个时候啊 这个等于是 这个国军啊 还都变成防守 民众就开始 越来越热闹啊 越弄越精彩 全省就开始啊 到处啊 什么警察局啊 打外省人啊 切断水管啊 反正就弄的 乱的不得了 那陈宜呢 后来等到部队来了 终于等 等到部队来了之后呢 他就开始啊 调动部队上街 进行什么 全面的逮捕 还有什么 说句不好听 简直是啊 这个 公开扫射 就是这个部队啊 在街上 车上架机枪 看着群众 叭叭叭叭叭就打啊 对不对 哇太多地方 最后啊 这个全省杀 只要看到有人聚成要闹 就开枪杀啊 不问了 不审判 杀 一律杀 那种啊 做法都有一点太过分了 很多人跟陈宜说 你不能这样干 对不对 对这些闹事的 你要抓 确定谁带头 你要审判 对不对 军法有军法嘛 如果判他真的带头闹事 杀人放火 你避他 那这才有公正性 对不对 你不能士兵上街啊 看着那一撮人 站着聚在那里 说聚众闹事 机枪扫射 不能这样干啊 但陈宜不管啊 就这样做全省 全部开始杀 杀了多少呢 老百姓啊 杀了一万八到两万八之间 很难查啊 有很多人说 爸爸出门了 没回 掉打去 不知道 找到失所没 没有 因为很多呢 杀完之后呢 一放火一烧 里面几个人都不知道 所以228 对台湾而言啊 它是一个什么 从一个压力锅的零爆点 变成什么 血海深仇啊 两万八 不管一万八两万八 那么多人什么 被错杀 有些人搞不好 在路上去买菜 走走走 刚好一堆人 他走过去看一下 一阵子弹来了 他死了 228闹得很大 对不对 后来啊 事情闹得太大 在蒋中正这边讲话 carecare 说说说 当然呢 杀到两万八 这个部队啊 大概也觉得 差不多了 你想 光子弹都要打多少 对不对 好 就终于啊 就大家都平静了 对不对 反正呢 有想法的都已经走了 剩下的老百姓呢 也不敢讲话了 心想 小日本 什么统治我们 也没这样玩呢 哇靠 这个国民政府 这样玩我们呢 把我们台湾人当什么 对不对 像采蚂蚁一样 好 那陈怡呢 这个很沾沾自喜啊 但是这个事情啊 搞得太难看了 谁说话 蒋经国说话了 跟他爸说啊 这个是这个人啊 这样搞 台湾毁了 台湾人不反才怪 你把台湾人这样搞 对不对 好不容易收回来 正要买收人心啊 对不对 他日本人统治他五十年啊 你还把他这样子 用那种什么 高压那种 屠杀那种平民 不能都国际舆论都说不过 蒋经国不答应 结果陈怡啊 那时候你知道 干行政长官不爽 因为台湾呢 要变成一个省 对不对 他还讲什么 升官 他跑去啊 跟蒋经国说啊 他想干台湾省主席 对不对 行政长官 是一个过渡机构嘛 对不对 不是大官啊 省主席 那就等于省长啊 很牛啊 他都跟蒋经国说 我要干这个 蒋经国就不答应啊 说不行 对不对 心想 你把台湾人都杀成这样 我跟你干主席 那代表什么 我们国民政府跟你一样啊 那么烂 不行 他就跑去找老蒋哦 说我要这个位置 那老蒋呢 想说大学长来了 说这样好了 我跟你干一个 这个总统府执政 就荣誉职啊 你先休息 休息休息 我再看看 对不对 好 陈怡啊 就有点心里啊 坦白讲就不爽啊 心想 什么玩意儿啊 我是学长 你是学弟 我帮你把台湾给搞定 对不对 你不给我升主席 还把我挂一个闲差 他呢 当然呢 他就跟老蒋说 你看你现在国共战争啊 打得那么差 我跟你讲啊 你要看开点 他觉得他是大学长 你想看 蒋中正打国共战争 打得一塌糊涂 在这个气的都已经不知道干哪发 他跑来跟他讲 你要看开点 对不对 气和气死 陈怡呢 还啊 叫他下面的那些学弟啊 抓到共产党放掉放掉 别别别 杀个没完没了 对不对 这个对整个来说呢 陈怡啊 他那时候的心情啊 也说真的挺矛盾的 对不对 第一想往上升 没升成 第二呢 他又觉得 他是在心中不舒服 好 那讲到这里呢 就有一个人 是陈怡的小老弟 汤恩伯 讲到汤恩伯呢 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稍作休息 为什么汤恩伯是最后 把陈怡送上 死路的 一只手 我们一会见 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第三段新闻点评 我是David 郑金伟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呢 关于陈怡啊 的死啊 为什么呢 这个最后啊 送他上路的是他最 最信任的汤恩伯 因为陈怡啊 回到这个 这个等于是回到大陆啊 担任了这个 算是总统府执政 等于总统府执政之后呢 他心中其实一直有疙瘩 对不对 他就劝蒋介石啊 其实就暗示蒋介石啊 你就投降了 不要打啊 你就任命吧 接着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 等于是这个 解放军啊 就过了长江 那这个 这个 等于是陈怡啊 就写封信给汤恩伯 当然呢 他派的人去啊 意思就是叫 叫汤恩伯啊 投降 因为汤恩伯当地 当时是这个 在这个 江浙护航一带的这个司令 他就说啊 意思说你就投降 不要打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就像那个北京啊 一样 哎 和平解放 那当然呢 这个汤恩伯啊 虽然这个陈怡是他的 等于算是老师 对不对 但他总觉得 对蒋中正啊 还是很效忠 所以他跑去跟蒋中正说啊 这个 陈怡啊 有二星 那个 蒋中正 气炸了 对不对 早就已经啊 找机会 你一直念在 你是我大学长 对不对 第一天到晚你教训我 228那件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账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叫那个 当时啊 叫保密局 局长叫毛人凤 就等于是情治机构啊 说把这个汤恩伯啊 不是 把这个陈怡啊 带起来 押到台湾去 那毛人凤 他们就立刻啊 保密局啊 就把这个陈怡啊 就逮捕了嘛 那陈怡没想到 居然是他自己的这个学生啊 汤恩伯把他给卖了 那也没话说啊 就去了啊 因为毕竟当时 是什么 他是二级上将哦 二级上将哦 对不对 陈怡心想 你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顶多啊 软禁我 对不对 好 那就把他送到台湾 就关起来了 就软禁哦 当然很理喻 因为他是二级上将 当时已经什么 六十八岁了 对不对 就把他软禁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当然对这个蒋中正来讲 陈怡啊 毕竟来说啊 这个一定要处理掉 因为他总觉得呢 虽然后来啊 连蒋经国都帮他求情 说他没有啊 真正的这个什么 策动 啊 他恩伯啊 等于是起义嘛 对不对 那理论上来说只是想法咯 所以能不能设他意思 不要不要把东西 但蒋中正说不行 这个家伙二二八 这个闯了大祸 一定要有个交代 所以啊 叫军法审判 但那个时代对不对 蒋中正交代军法审判 不要审那个法官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不对 好 判什么 煽动什么 这个叛变 煽动叛变 他没叛变 他煽动叛变罪 死刑 对不对 军法就判了 就没有 没有人到场啊 军法官自己在那边 就 判 有罪 没有让那个陈怡啊 去打便 陈怡都不知道有这个审判 都不知道 他就被软禁在那 好 那软禁完了以后 死罪啊 然后那毛人凤呢 就交代下面去执行 这个执行啊 因为陈怡毕竟是什么 是二级上将 这个从来没有过那么高的将军啊 要军法审判 毕掉 因为那小兵嘛 对不对 什么非礼人 良家妇女毕了 对不对 这将军怎么毕 谁毕啊 你叫谁来毕 好 就找保密局啊 就五个情报员 然后呢 就行动 带去哪毕呢 到台北新殿壁潭的空军公墓 这个地方啊 我以前还常去 去这个看啊 什么 那个地方 风景很美丽啊 壁潭 当时听说 那天早上四点多 就有人啊 跑来跟陈怡说 这个蒋中正啊 要见你 你准备一下 那陈怡啊 四点多就起来了 就自己弄个早餐吃吃 然后呢 穿戴整齐啊 这个戴着帽子 穿着麻做的 这个米色的西装 就准备去前 蒋中正啊 就上车 上车的时候呢 他突然看身边啊 坐两个这个人啊 陪他去的时候 带枪 腰里面揣着手枪 当然啊 他不宜有他 但毕竟人家 已经坐到二级上将 对不对 他神色没有露出什么 不安的情况 他看着车子呢 就走到了新店壁潭 这个吊桥旁边 当时坐一条吊桥 对不对 对面就是 山上就是空军公墓 去过人都知道 那车子到那就要下车了 车子不能开过吊桥啊 就陪着陈怡啊 走过那个吊桥 在走吊桥的时候 天啊 就慢慢开始亮了 对不对 那陈怡呢 就说 蒋公在这个地方吗 对不对 就蒋中正 他们叫蒋公啊 那两个情报员啊 就坦白讲 自己都紧张的要死 说 对对对对对 但陈怡呢 就没讲话 继续往前走 就走过了吊桥之后呢 就朝着空 他们说往这边走 刚走过吊桥没多久 突然啊 就有一个人拿着这个 闪光灯的照相机啊 上来就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就是陈怡啊 生前最后一分钟拍到的照片 旁边两个就是什么 就压了他要去 其实要去行刑的 两个保密局的情报员 那陈怡你看非常从容 那当然呢 陈怡啊 这个一拍完照 陈怡知道大概有问题了 接着呢一个军法官就一步上前 就宣读啊判决书 就立刻执行死刑啊 前面就呃呃呃讲了一大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陈怡没讲话 然后就在呢 那时候啊 啪 枪声就响了 那陈怡啊 就走了 沾满满手台湾人先选的陈怡啊 就在1950年的这个六月啊 在碧潭空军公墓被枪决 当然呢这个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平息哦 台湾有将近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大概三四十年 没有人绝口不提228这件事情 当时是都不能讲 都不讲 我们从小都只能带过 有那么一件事细节统统不讲 蒋中正 也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呢 在台湾什么高压统治 因为国共战争书啊 让台湾当年杀了人家快2万人 对不对 高压统治啊 什么动员堪乱时期 我们不是讲过吗 造成台湾人讨厌国民党 也是这样来的 这个国民党今天啊 说真的在台湾 不能成为一个台湾人 就说全民拥戴的政党 跟他的历史过去做出了太多什么 太绝的事情 今天我们回头再看台湾这些发展的过程 虽然现在还有了大概基本教育派 台独基本教育派 大概可能还有一些人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那个是台湾什么少众 大部分的人呢 还是追求什么一个和平的时代 和平的生活 所以韩国瑜啊 当选高中市长之后 他说了一个是国家领导人的一句话 理论上轮不到地方首长说 他说什么 尊重啊九二共识 让两岸呢 以和平的方式共处 这个原来是该总统讲的 领导人讲的 但是韩国瑜啊 说出了台湾人的心声 虽然呢 时代再怎么改变 但是过去的事呢 已经过去了 两岸和平的未来 才是大家需要争取追求的 目标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